哈喽,各位爱便知的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爱知的频道,我是爱芙苓 乡兔暴击,大吉大利 听说梦见怀抱着橘子 就表示近期的运势会很好哦 今天爱芙苓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吉祥兔的吊饰 祝大家在新的意念里都有好运势 我所使用的线材是四股牛奶棉 主体用到了白色或者是淡黄色 以及橘色 而其他的颜色则是用到了少许的红色 金黄色以及绿色 另外准备了填充棉 也可以为他准备龙虾扣或者是钥匙圈 而工具上使用到了2.5的钩针 缝针,记号扣以及剪刀,还有镊子 成品能完成尺寸,长以及高大概都有10公分 我们从小兔子开始 首先锁边起针 起8个锁针 起8个锁针 基础行结束 第一行 先勾一个锁针作为起低针,不算针数 接着返回 从基础行的最后一个锁针开始勾 第一个针目里先勾置两个短针 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 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一针 接着同一个针目里的第二个短针 接下来连续六个针目里都勾置一个短针 而最后一个针目 也勾置两个短针 第二行 第二行翻面 同样一个锁针作为起低针,不算针数 第一个针目里也勾置两个短针 我习惯在第一个针目上放上记号扣 接着同一个针目里的第二个短针 而接下来连续的八个针目里都勾置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针目里勾置两个短针 第三行翻面 不做针数上的变动 在每个针目上都勾置一个短针 连续12个短针 第一行到第三行是兔子的脚 第三行是二个短针结束 翻面 一个锁针作为起低针,不算针数 接着第四行 连续八个短针 从第四行开始是兔子的肚子 第四行八个短针之后 翻面 继续往上勾置 我们可以依照接下来的文字解勾置 按照文字解勾置到第八行 在第八行中 九个短针之后有四个锁针 来延伸枝片的形状 这个延伸的部分就是兔子的手 第九行 第九行翻面 同样一个锁针作为起低针,不算针数 接着连续11个短针 11个短针之后,会剩下两个针目 将这两个针目做一个并针 针目的针目的针目的针目 针目的针目在带出线来 兔子的针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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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目的针目的针目 针目的针目的针目的针目 也就是一个洞眼里,勾置两个短针 而遇到这几个凹陷的地方时 在凹陷相邻的两个洞眼 勾置一个短针的并针 这样时我们在用短针演变缝合时 变缘可以更平顺 你可以试状况增加或者是减少短针的数量 只要确保边缘是平顺了就好 在缝合兔子的背部之前 我们可以先为它填入一点填充棉 尤其是它的手脚部分 以避免最后在瘦口时 这个角落填充不到 接着再继续缝合背部 最后在完全的缝合之前 为身体填入填充棉 完全缝合结束 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 接着就可以断线 为了让兔子的双耳有更明显的线条 我们重新引线 在兔子的耳朵中间 大约从第十九行开始 勾正穿进整个主体 再带出线来 往上勾置一条引拔针 让兔子的双耳更为明显 勾置引拔针到边缘时 接着断线 我们可以将线头引到引拔针的起始位置 再将这个线头收紧一点 将双耳的凹陷处做得更明显 接着打个结藏好线头 接着我以毛线制作一个两公分直径的绒球 作为它的尾巴 毛线在手指头绕线大概是几圈 接着用另外一个线段在中心打结 将这些线圈剪开 再用缝针将毛线拆骨 让绒球看起来更为蓬松 最后用剪刀修饰一下绒球的形状 再将绒球绑到尾巴的位置 接着我用红色为它勾制一条细带 锁边起针 将这个锁针链勾制到25公分长 将它细在小兔子的脖子上 帮它打一个蝴蝶结 这样兔子的部分就完成啦 接着是橘子 基础行一样锁边起针 起8个锁针 基础行结束 我们也是以往返构枝的方式来拓展这个枝片 每一行都是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 第一行跟第二行都在头尾的一针 增加一个针目 如果你在勾制兔子时 已经掌握了加针与减针的技巧 那么橘子的部分 你可以依照接下来的文字解勾制 我们仍然利用在织片左右两旁 进行加针与减针的方式 将织片塑造成我们要的形状 我们一样勾制两个橘子的枝片 同样的第二个枝片不做断线 我们将第一个枝片置于第二个枝片下方 接着一样一个锁针起立 开始颜面勾制短针 绒合两个枝片 原则上仍然是一个洞眼 勾制一个短针 而如果遇到弯曲幅度较大的地方 可以视情况加针 比如在橘子的第八行 第二行以及基础行的两侧 这些位置的洞眼都可以做加针 在橘子完全收口之前 填入填充棉 接着继续将它收口 眼边缝合短针结束 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 接着就可以断线 藏好线头 接着我在第九行上方中央的位置 引绿色的线 引线之后锁一针 接着构制一个短针 当作橘子的地头 一个短针结束引拔断线 藏好线头 这样橘子就完成啦 我们另外取一个线段 将橘子缝合在兔子的手和脚之间 就好像小兔子捧着这个橘子一样 红合结束将两端的线头打结并藏好 这样这个吊饰的主体基本就完成啦 如果你心有余力 可以勾制一个小春莲贴在橘子上 锁边起针 起五个锁针之后 往返勾制四行短针行 将这个织片勾制成正方形 接着用金黄色的线 为它绣上极字 这样这个具有吉祥寓意义的小兔子就完成啦 你可以为它加上你喜欢的钥匙圈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 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订阅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咯 拜拜